艺术为感情之流露,为人格的表现,张大谦 张大谦是中国话坛20世纪最具传奇色彩的国画大家 世人称其为500年来一大谦 也有许多意识被传为意识佳话 除了艺术创造的巅峰之外 在对待感情方面,张大谦亦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风流人物 张大谦一生中正是有过婚姻关系的女子一共有四位 这还不包括婚姻外不少的情人和红颜知己 所有女子当中,最为特殊的应当算黄宁肃这一人了 十五芳华那年,黄宁肃就嫁给了张大谦 而后陆陆续续一共生下了八个孩子 从年轻窈窕的淑女,到后来成为素面朝天的黄恋婆 除此之外,黄宁肃还是唯一一位与张大谦解除了婚姻关系的女人 两人间这几十年来究竟是怎样的事是非非 其实真正算起来,黄宁肃只是张大谦家中的二太太 张大谦最早的未婚妻是她的初恋 两人还未成婚,未婚妻便早早撒手人寰 正是因为此事,张大谦还出家当了一段时间的和尚 此后便有了大谦这个法名 大谦的原配夫人是其母亲的侄女曾庆荣 提及这位大夫人,张大谦直说,我对她是没有任何感情的 只是母亲一直都非常喜欢她罢了 当初母亲不顾张大谦的反对,硬是把曾庆荣迎进了家门 尽管曾庆荣是个孝顺体贴的标准协内助 但奈何张大谦从未对她用过半分爱意 因此,两人成婚两年多以来,膝下从未有诡异而伴女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曾庆荣一直为给张家留下后代 张大谦的母亲心里却一直着急抱孙子 身边亲近的人都知道 曾庆荣实际上也只是土担着一个夫人的虚名罢了 张大谦大妾是早晚的事 比起曾庆荣的家事来说 黄宁肃的出身并不算高贵 甚至只能算是小门小户的女儿了 黄宁肃1907年出生于四川省内江县兰木湾 家庭是非常普通的农户 她是家里唯一的一个女儿 父母所有的宠爱都给到她一个人身上 黄宁肃容貌娇美,身材苗条 且自小便喜爱诗词书画 年纪轻轻便时常一人留恋于画廊 张释迦谱上写黄宁肃性聪颖,欢喜书画 黄宁肃与张大谦的这段姻缘亦是始于书画 话说,黄宁肃和往常一般 站在画廊的玻璃窗门前往内张网 她正聚精会神地欣赏着走廊内的好几幅油画 这时,有一个人走过来问她 你喜欢看画呀,怎么不进去看看 这外面看有什么意思 黄宁肃在此时回过头来 只见眼前这人一袭长衫 脸上留着落腮胡的模样 显得极为老成 说话慢条丝里 给人一副谦谦君子的感觉 她笑着回应道 我也想进去,可是我没钱呀 黄宁肃回答得爽朗大方 丝毫没有窘迫羞涩的模样 一时间,倒让张大千心情愉悦 张大千问黄宁肃 我和画廊的老板很熟 我跟他说一声 不知道你想不想进里面去看看 黄宁肃后来才知道 原来眼前的这个男子 就是自己仰慕已久的画师 张大千 后来在张大千的通融下 黄宁肃时常到画廊内去 面对面的观摩大师的作品 一来二去 黄宁肃与张大千逐渐热络起来 张大千心底对黄宁肃有几分好感 恰好又有了娜妾的机会 因此便向黄宁肃提出了结婚的请求 此时她正是十五芳华的妙龄少女 正是情窦初开的时候 黄宁肃没想到 她心底爱慕张大千的才华多年 竟然能真的等到 与她邂逅结缘的那一天 心中自然是应允的 黄宁肃回到家里 将她与张大千的事情一一道来 她向父母坦诚了 要嫁与她为妻的想法 对于这段婚事 黄宁肃的父母是极力反对的 张大千家里原本就有一位妻子了 你嫁给他 必定只能当个天方 何况你比他小了整整八岁 你们未必就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婚姻不是儿戏 谈恋爱和结婚更是两码事 结婚以后 除了要面对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琐事 上面还有婆婆和大夫人 你才十五岁的年纪 未来还有更好更多的选择 根本不急于一时 黄宁肃一心沉浸在她和张大千爱情的憧憬中 又怎么听得进去父母的专专教诲 对于这段感情 黄宁肃力力争 丝毫不让 张大千说了 她家里的那位原配夫人 是她母亲一意孤行给她娶回来的 他们两个人根本就没有任何感情 只是一个虚名罢了 我和大千 我们两个人是真心相爱 她跟我保证过 带我嫁过去了 必定好好带我 不然我受半分委屈 家里的琐事也用不着我操心 我们只要好好过我们的小日子就是了 我已经决心要嫁给她了 不管你们怎么劝我 都没有用的 黄宁肃当时年纪还小 不懂太多人情世故 她心里的想法也很简单 不管张大千家里有几个夫人 只要有张大千的宠爱 这个家里就还是我说了算 父母拗不过黄宁肃的坚持 只好答应了她和张大千的这门婚事 正值十五方华的黄宁肃 便这样进了张家的大门 成了张大千的二夫人 提及黄宁肃 曾庆荣与她初见那天 就对她印象十分深刻 我第一次见黄宁肃 是在她嫁进张家那天 一身红色的媳妇 衬托的她非常精神 整张脸上都笑盈盈的 她进门的时候 还是张大千亲自牵着她过门的 还从来没有见过她 对谁这么上心过 在黄宁肃进门之前 曾庆荣与张大千相处了将近十年 这十年以来 张大千虽说未对她冷言冷语 但也一直没有过多的热络及关爱 两人一直是相敬如宾的状态 看到自己的丈夫 对其他女人这么体贴 不论再宽宏大度 曾庆荣的内心 总是会有些许不平静 黄宁肃嫁进来之后 在张家是十分得宠了 黄宁肃与张大千两人 本就喜爱书画 志趣相投 常常都有说不尽的话题和想法 张大千在书房作画之时 一时黄宁肃在旁红袖天香 为其磨磨 调色 甚至还能够与张大千 一起讨论作品的 另一与构思等细节 两人常常在书房里畅谈古今 欢声笑语 在那之前 张大千是从来都不许别人 进入他的书房的 就连曾庆荣也不例外 而如今 黄宁肃偏偏就成了那个例外 黄宁肃如此体贴聪慧 因此深得张大千爱护 当时张大千很多民族的灵感来源 都是来自于黄宁肃一人 在一些书法成品中 也屡屡可见张大千所述 关于黄宁肃的文字与爱意 两人整日里如胶似漆 张大千外出彩风时 也常常带着黄宁肃一同前往 极尽宠爱 据张世家普在 黄宁肃擅思公义 甚得公欢 尽管张大千对黄宁肃的温柔乖巧 非常喜爱 但张大千的母亲 一开始对黄宁肃是不大喜欢的 张大千的母亲曾有生 出身名门 笃信基督教 平日里知家言 规矩家教极多 在他看来 既然嫁人了 就该有个嫁人的样子 成天跟着夫婿抛头露面出门的 算是怎么回事 因为黄宁肃热爱情其俗话 在家里除了陪伴张大千之外 几乎很少过问家里的琐事 也从来都没有做过什么家务 真正是个 实质不沾阳春水的儿媳妇 对于封建传统的老人家来说 黄宁肃的这个做法 让他非常不满意 让张大千娶她回来 是给我们传宗接代 生孩子的 现在家务也不干 孩子也没生一个 还一天到晚的往外跑 这不是给我娶了个儿媳妇 怕是给我找了个祖宗 在那个母贫子贵的年代 黄宁肃后来的肚皮 也真是争气 婚后没过多久 黄宁肃便怀上了张大千的 第一个孩子 之后几十年的时间里 黄宁肃陆陆续续 一共为张家生下了八个孩子 曾经曾有珍深怕张家会就此断了香火 而今黄宁肃却一下子让她再也没有了后顾之忧 黄宁肃如此卖力地为张大千开枝散叶 一开始看她不顺眼的公婆 后来对她也开始慢慢改观 然而随着家里的孩子越来越多 自然而然的 黄宁肃陪伴张大千的时间便越来越少了 不但如此 因为多次怀孕与生产 黄宁肃的体型和容颜也渐渐发生了变化 因为怀孕时和坐月子时需要摄入大量的营养及补品 黄宁肃逐渐变得臃肿起来 再也不负当初轻易苗条的那般模样 除此之外 黄宁肃照顾这么多孩子越发感觉力不从心 虽说身边有保姆和大夫人曾庆荣在给她帮带着 但她却一日日地衰老起来 比不得十多岁那般毅力的容颜 刚生孩子的前几年 张大千还会带黄宁肃一起游山玩水 可渐渐地随着家里的小孩越来越多 黄宁肃不得已只能留在家里照看小孩 一年到头的时间 基本上都待在家里 很少再陪张大千出过门 黄宁肃身为人母的艰辛不得而知 日复一日 红颜老去 岁月也蹉跎尽了她那副爱美的心思和绚丽的打扮 从早到晚 她都在为家里的八个孩子操劳 两人之间的话题也从风花雪月 变成了孩子和家庭 黄宁肃身知 自己已然成了一副黄脸婆的模样 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变老了 变丑了 家里的孩子那么多 很多琐事是说不完也做不完的 虽然有大夫人一起帮我操持着 但我作为母亲 自然很多事情还是要自己亲力亲为的 你一年到头都在外头写风 又哪里知道我身为人母的艰辛和心酸 从那次谈话以后 黄宁肃对张大千逐渐失望了 当初与张大千在一起 我仰慕他那一身精彩绝艳的才华 他爱我那张年轻俏丽的脸庞 我曾经以为我们是真心相爱的恋人 我和他的精神都是高度契合的 只不过这些真心最后都抵不过岁月的蹉跎 张大千是一个热爱浪漫与山水的才子 又怎么会甘愿拘泥于这家庭后方的小角落呢 后来在北平张大千认识了比黄宁肃还年轻十岁的杨婉君 杨婉君出生于1917年 是土生土长的北平人 父亲是一位谈乐情的老艺人 杨婉君自小便跟着父亲学艺 当时杨婉君是北平城内观音阁唱金运大鼓的一名曲艺演员 他和15岁那年的黄宁肃一样 聪明漂亮且多才多艺 据张大千说 初见杨婉君时他正在台上唱戴玉藏华 一口唱腔玲珑婉转 千千玉手柔弱无骨 十分惹人恋爱 我对他是一见钟情 后来张大千在公园里两人再次相遇 就此开始熟络起来 而后感情日深 张大千请好友于飞起到杨家提亲 杨婉君一开始也是有诸多顾虑的 先不说两人整整差了19岁的年纪 更何况张大千家中早已有两位夫人 关系复杂 最后到杨家作媒的除了他的好友以外 就连他的二夫人黄宁肃也亲自来了 黄宁肃对杨婉君笑着说 妹妹你这不用担心 你要是嫁进我们张家 可算是给我帮了大忙了 近些时间我们忙着照顾孩子 都没个体贴的枕边人来和大千说说话 你若来了 大千总算是有了个伴 我们也能安安心心的打理家务事了 杨婉君见张大千的夫人们都亲自上门 来到了家里 心中先前的顾虑也早已烟消云散 便答应了张大千结亲的请求 婚后不久 张大千便带着杨婉君前往日本度蜜月 自从杨婉君过门以后 黄宁肃便彻底失去了张大千的宠爱 身边既没有能说些知心话的朋友 也没有什么能让他真正快乐的事情 从那开始黄宁肃便开始学会了打麻将 这也是唯一可以让他消磨时光的爱好了 过没多久 他在麻将馆里越发的沉迷下去 家里的孩子都丢给保姆和大夫人带着 自己一天的时间几乎都泡在麻将馆里 在这过程中黄宁肃认识到了一位比自己年纪小很多的男子 这位男子是当地一家公司的小职员 知道黄宁肃是大画家张大千的二夫人 因此便生了几分不轨的心思 他开始对黄宁肃寒温暖 听他倾诉他的烦恼和苦闷之事 一来二去 两人竟渐渐生些情愫来 黄宁肃也渐渐地对这位男子产生了感情 就这么红杏出墙了 在男子的怂恿下 黄宁肃还与张大千提出了离婚的想法 他坚决要与那个男子在一起 张大千见黄宁肃议已决 便同意了离婚 临走之前 黄宁肃还向张大千要走了一笔高昂的安抚费用 至于家里的八个孩子 黄宁肃通通都留给了张家 一个都没有带走 本以为带着这笔钱财 便可以与爱人双宿双飞 起了黄宁肃却遭遇了一场爱情的骗局 那位男子在骗光了黄宁肃的那笔钱财之后 整个人却像人间蒸发了一般 黄宁肃再也找不到他了 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 黄宁肃最终贫困而孤独地过完了自己的一生 他与张大千的这段婚姻 亦是以离婚收场 终究是一段有缘无分的感情罢了